日本第一牛郎罗兰 金允兽要出席了《动漫圣地》的开幕剪彩活动 由于她的父亲从事动漫相关工作 因此她从小就和动漫有着密切的关系 她也自不在歌舞纪定工作 是十分艰难的 所以曾经萌生过自己只能爱二次元角色的想法 值得注意的是罗兰通常都是看完动漫 才利用剩下的时间去工作 还笑称此刻就想回家看漫画 逗趣的发言笑翻众人 此外罗兰更透露 最近为了如何管理年轻员工而感到很烦恼 于是从罗莉漫画中获取灵感 并非管理或自我启发相关的书籍 一番话令众人不禁笑称 真不愧是罗兰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